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今天的主角柴教练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土术,棍树的两个基本动作 第一个是五花棍,第二个是皮疗棍 好,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看一下,五花棍 OK,这边拍一下 好,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 首先,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握在棍树下面差不多有四五分的一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上面比小臂长一点 比小臂长,不要碰到腋下 然后这只手呢,要握紧 而这只手呢,要滑 要有一个灵活的变化 做的时候呢,首先看一下 1,2,3,从这边,然后转过来 回来这个位置 看来看 1,2,3,回来这个位置 这个手呢,可以滑动啊,可以变化 看啊,怎么变化呢 1,2的时候,这手可能就滑到这个位置了 如果这个位置 然后3,转过来 哎,又变回这个位置 所以说做的时候呢,需要一个灵活的变化 大家做的时候可以自己去感受 熟能生长啊 好,正前方给大家看一下 1,2,3,转过来 背身体 4,变回这个位置 OK 这个五花困呢,是棍树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动作 但是它能练到什么呢 练到我们的一个身体,手肩和腰的一个配合 为什么说腰的配合呢 讲一下啊 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转向,不能这样 这样子,这样子就很僵了 所以说呢,我们的脚,看到吗 你的脚和脚呢,贴起来的 身体呢,要灵活 做的时候呢,转 有点转腰 转 转 转 看没有 但是不能这么转啊 不能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样是直的一个轴,这样子转 好,棍呢,要贴着身体 棍要贴着身体 而且呢,它要感觉一个这个呢 这个力量从上往下的这个慢慢变快的这个速度 慢慢来 注意呼吸 不要憋呼吸 这就不对了 呼吸要正常 这样子 做 OK 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五花会 接下来讲第二个动作 提撩棍 提撩棍呢也是 一个基本的动作 喜欢给他做时尚 OK这边 OK 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提撩棍 提撩棍的时候呢也是 握在刚才手握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只手呢 记住啊 这只手呢托住 转往下 这边 一 往下转 二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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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转 三 往下转 四 往上转 这只手是活的 这只手要握紧啊 你这个骨口这个位置 要握紧 更要装老 一 骨口这个位置握紧啊 后手那只握紧啊 因为你转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 这样太死了啊 对不对 骨口握紧 转 这只手拖住 哎 拖住 这只手呢 不要摸在这个位置 摸在这个位置 摸在这个位置 啊 上来的时候啊 看这边 上来的时候呢 这边的手啊 有个往上 拉的力量 拉 拉 拉 这样呢 力量就会更顺一些 来得卡 拉 然后呢 注意啊 这边呢 特别锻炼我们的这个 手臂的肌肉 所以说呢 手臂一定要放松 越紧 你的速度就越慢 要放松 所以配合的呼吸 呼吸呢 要注意 正常的一个呼吸啊 然后呢 脚看一下 脚 也是背脚尖 转腰 哎 转腰 转腰 转腰转肩了啊 转腰转肩 身体要合一的 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动作 一个五花固的 一个提撂固的 OK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加我私信 跟我近距离沟通 我们下节课再见